死神坐到凳子上 拿起茶杯 发现下面有根绳子 下一秒 房顶就落下几个大箱子 吓了他一跳 而男人则逃了出去 跳起来抓住绳子 死神抬头一看 急忙躲开袭击 男人又从绳子上跳了过去 可死神根本没注意到 摔了一跤 躲过巨木的偷袭 又射来无数暗器 他迈出一大步 赶紧来了个急刹车 高台上堆满油桶 死神都看傻了眼 男人抓住把手 用力一拉 油桶纷纷滚到地上 朝死神砸去 可死神也不是吃素的 把镰刀挂在绳子上 这才逃过一劫 他非常愤怒 来到村口 拿着镰刀快速追了上去 别看男人已经八百岁了 可体力那是相当好 突然他摘下帽子 停住脚步 而死神则站在铁柜上 男人露出萌萌的小眼神 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 死神举起镰刀 眼睛变得通红 镰刀刚要落下时 火车快速驶来 他急忙躲了过去 死神哪见过这玩意儿 又差点被男人害死 转过身来 一步步朝男人逼近 男人眼珠咕噜噜乱转 看到飞抓挂到火车上 露出大门牙笑了起来 原来死神正站在陷阱里 下一秒 他就飞到空中 被火车拖走了 男人捡起地上的灰章 回到小屋里 把灰章擦干净 放到相框里 窝了个乖乖 他这是收集了多少徽章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死神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男人究竟活了多少岁呢 他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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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